好 再来看到出了这个大包 这是国防部大出财 所有的个资都外泄了吗 国防部的郑峰市日前办理 所属人财产申报出现一个重大的疏失 根据中时新闻网独家的掌握 郑峰市居然把国防部内 所有必须要申报财产人员的名册 随着个人申报资料与电子邮件 传送给申报人 以及各军种的所属单位 那么根据了解申报的资料 从上校级以上到所有的 包含了将官啦 参谋总长 甚至部长顾立雄 各资全部流出来 而且更严重的是 所有的军情局的情报人员 各资这个真名 都全部的外流曝光 也引发了情报人身份曝光 会不会有安全的疑虑 国防部表示 在获悉之后已经紧急的回收 并且进行损害的控管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也难防 即便你回收 南防私传骇客恐怕来窃取 针对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了这个立委徐巧新 就表示说真的是闻所未闻 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包 已经损害了情报人员 也危及的国家安全十分严重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尤其是现在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极差 那我相信两岸之间也都有非常多的情报人员 那现在呢也都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情况 在此时此刻泄露了这么多的军情的资料 尤其是个人的资料出去 对我们相关的国安人士也好 军情人士也好 都是非常的让人担忧的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一次出了这个大披露 国防部长以及呢 我们整个包含市总统 都应该要严肃的去检讨说 为什么这几个月以来 国防部出了这么多的大事 尤其这样子大规模的各资外泄 而且在以前算是文所未文 以前就算是个资外泄 那基本上呢也是 就是也不能说也是啦 以前个资外泄都是外泄一般普通民众个资 这当然也很糟糕 但是这次外泄的是军情 是国防部门相关的个资 那是对我国来讲更严重的大事 因为它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所以我真的是要求国防部 必须要认真彻查此事 而且呢要该怎么样去补救 都要有相关对应的计划 好来看到明年度的国防预算 那么这个部分呢 现在已经宣布向美方来增购了次真飞弹 并且在明年度的预算书也公开了揭示 但事实上在美国政府的部分 到现在是还没有公布批准的 好次真的监视社 那么采购数量500枚到2530枚防空飞弹呢 金额133.75亿到690.16亿 但是美方尚未批准前就公布这样的预算 中华战略前任协会研究员 接种就说了 国防部仅修订整体获得规划书 此种内部文件 就将全案进行扩充五倍 远超过当初立法院的授权 有不尊重立案之余 甚至还用持续案的格式包装内容 已经是大幅变更进化 因此让大家就来怀疑说 国防部是不是企图要来利用立法院审查多年 其的军事投资案往往是投过 深就过弹而惯例便宜行事 好虽然呢 在这个部分已经是有出售潜力 但是不管在美国总统大选 结果违和 顺便计划不太大 但是呢 不重新 就把这个进行多年的投资案件 直接就来灌水数倍的规模 大家认为是不是有不尊重立法权之余呢 那么同时另一方面来看到 是向美国的军火商雷神购买了武器 那么现在美国的司法部新闻稿曝光了 雷神公司已经向美国政府坦诚 透过合约谈判期间 歪缺了这个军购的成本 收取过高的费用 雷神公承认 在一份国防部的合约 收取了两次相同的费用 好 现在在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大家就被指示被当成了盘子吗 因为呢 是美国司法部调查出多付钱的冤大头 那么现在这个重复收取的费用 军方都照付 在这个部分 国防部没有更新的一个书名 但是根据这个新闻就发现 确实两次钱 但是你国民不都付钱 那么在这个学者专家就说 这次的弊案也间接证实了 乐山雷达站长城预警雷达系统 就是美国雷神公司承包跟维护 至于说在各项的一个报酬 到底有没有合理 也会借由这次事件被拿出来质疑 这过去其实一直都有传闻 都有这样的说法 那也都没有被证实 但是过去也可能有一些 这个一些资讯或新闻图像 那个稍微曝光过 好像有看到美方人员 但是我们从来就是双方都 这个机遇双方的默契 通通他们我们就不会去 一个说明或是公布 他是怎样的人员在这边进行说 这次事件这个曝光的话 那多多少少可能可以间接证实 有这个美方的相关的人员进行 只是说知道他是哪一种旗帜 是技术代表还是训练人员 还是什么 这个外界就不认为清楚 有关这次经费复报这件事件 可能大家就会担心说 你到底是哪一些方面的复报 就是说这可能包括到 有一些很多的合约的内容 就是你包括像技术的合约 有些维修的合约 然后甚至是一些技术人员在这边 那哪一些东西是有必要 哪一些东西他可能有点福报 或灌水这样子的嫌疑 那这样当然就可能牵涉到 那个美方人员住台 那这些他的这个数量 他的工作内容 甚至给他报酬 这些是不是合理的 这些可能都会在这件事 也许这个人会被拿出来吃 被质疑的还有这个高中生的 青年扶勤同意书上 引发了学生是不要上战场的恐慌 这也还没结束 又发现在内政部的消防署 多达107页的战术紧急伤患救护手册当中 有一题呢 就是对战术紧急伤患的救护 哪一个观念是对的 正确答案让人发笑 历史哥也讥讽说 这个题目根本是轻鸟编的吧 是那个内政部消防署的TECC 战术紧急伤患救护训练手册 他有一个随堂测验 我考大家一下 对于TECC救护 以下观念何者正确 大家要仔细听哦 A有时候最好的救护 并不是试图援救伤患 而是歼灭对手 B人命关天 绝对不可以放任对手 在热区中身亡 应该派出赶死队救援 C在对方手榴弹的投擲范围内 防弹盾板后面依然算是暖区 D战术优势 例如黑夜中几方有夜市设备 装备而对方没有 并不影响救护决策 请问以下观念何者正确 答案是A 就是呢 有时候最好的救护 并不是试图救援伤患 而是歼灭对手 他的答案告诉你说 对有时候呢 最好的救护不是救援 就是有伤患你不要理他 所以我反推回来 我们的高中生 也要去歼灭对手 重点是他这个手册是 战术紧急伤患救援救护手册 然后他跟你讲说 不要去救他 先打再说 这是我们内政部消防署出的手册 然后B呢 他更好笑 他B本来是说这个 应该派出赶死队嘛 他给你的这个 因为他会给你个答案 然后告诉你说为什么答错嘛 B答错他告诉你说 选这个答案的 请从第一页再读一次 我不曉得 这是千鸟编的吗 这一定沈柏洋有介入 这奎花宝典嘛 这脑袋有问题 档案传给我 档案传给我 这个档案传给我 我们看太夸张了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 我看到的时候 大家都在大家都在笑 但是我们是苦笑 然后呢 我也选了A 因为我觉得呢 挡出的一定是叫大家去死的版本 所以 完了 你很明镜党的形状 答对 所以刚才巧心讲这件事就验证我刚才的猜想 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的要调查高中生的全民动员的内容 其实那个都只是一个文书样式 这个过场 接下来他要对所有的高中生 可能未来还会深入到国中生 施行暂时教育的思考 也就是我要的全民动员法里面 我把这个全民动员法切一节课出来 每个礼拜固定洗脑 甚至呢强化所有的高中生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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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